完之後呢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我講過如果你錄製完之後 他可能錄完的程式碼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在哪裡 從聚齊裡面找到黑名單篩選 這邊有個編輯 那你就按一下編輯之後呢 他會幫你怎麼樣 直接用那個 按編輯實際上就是 幫你用 VBA 去開啟 OK 所以呢如果說呢 你直接按 VBA 也一樣 按編輯 那你會發現他就幫你怎麼樣 把那個 Visual Basic 裡面的這個 Module 有沒有他自動幫你新增一個 Module 再來的話幫你新增一個 Sub 名稱叫黑名單篩 所以其實 這個錄製聚齊 其實也就在 VBA 裡面加一個模組加一個 Sub 然後再來的話呢就幫你錄這些東西 那不過請各位看一下裡面的話有一些東西我是建議慢慢的第一個上面這個註解可以拿掉 那我是直接按一個 Tab 鍵 請你在這邊 加什麼東西呢 加一個註解 一 這一行做什麼 游標放在 查詢名單 有沒有 Denslator 序詞是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幫我切過去 Denslator Denslator 底下的話你會發現這個 X Window 其實因為我剛剛有沒有捲動那個 那個捲軸嘛 所以其實底下這幾個這四行有沒有 都可以刪掉 不用 所以這邊的話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呢 是做什麼 游標放在 B2上面 所以這個後面請各位自己自己打 我就不打 第三個的話呢 這什麼呢 就是 輸入什麼呢 你的公式 有沒有 Active Sale 目前的 儲存格 Formula就是什麼公式 輸入這一個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篩選 第四個 所以你會發現 篩選 應該是向下填滿 這個是向下填滿 填滿到哪裡呢 填滿到最下方 所以這邊的話有個什麼 Selection Selection 使得就是你目前的選舉區 意思就是那個儲存格 Autofeel 向下填滿 Ease 類推 然後填滿到下面 再來的話呢 做什麼 游標在幫我放到哪裡 所以這邊 第四第五 後面自己打 註解部分自己再加上去 然後 再來做什麼 第六 基本上就是 做 那個篩選 所以特別去 篩選 主要是用這個 Auto Filter Autofilter 那怎麼去篩選 其實關鍵就是後面這個 Criteria 等於1 C 所以關鍵 Field 這個是指的是哪一欄的意思 一起欄 因為我只有兩欄 有沒有 我要篩選 這一欄 所以第二欄 Field OK 其他的話呢 請各位自己再去 針對那個每一個每一個 加上註解 那我這邊是已經有一個 加好註解的版本 就在圓端上 有沒有 所以我就直接拿這個來用 Ctrl C 直接就 Ctrl V 到這邊好了 這個是已經加完註解 請各位自行再加上後面的註解 這個不一定跟我一樣 沒關係 OK 好 再來的話呢 就是什麼 清除 清除也是一樣 清除的話就是 1 它是什麼 游標放在 A1 然後 Ctrl C 向下 然後 Clear Context 就是什麼 清除資料 OK 所以這個註解自己加一下 建議各位 錄完句集之後呢 一定要加註解 否則 將來 你會看不懂 你到底錄了什麼 這個不是一定要的 可是 我是建議 如果你用錄字句集的話 盡量還是加註解 另外的話可以順便看一下程式 因為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看懂程式 學 VBA 因為將來這些都可以拿來用 OK